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在方广寺 就是十凉飞铺 就旁边 所以你现在还能听见这个 这个这个水声 第一个就中国佛教开出来的 本土佛教的宗派 就是天台宗 智者 智者大师 智乙 隋阳帝这个杨广 策封他是智者大师 他当时拜智达大师为做徒弟 也就是他给他 受那个菩萨戒 那个时候呢 隋阳帝还没有党王 他是扬州总管 叫晋王 作为这个佛教的一个首领 他的影响是整个迦南 隋阳帝为什么拜他为师呢 隋阳帝非常聪明的 他认为我 如果把这大师的这个佛教 全部都能够拉过来 我迦南就省力气了 平定迦南以后 我滚了一家呢 就好办了 收服人心 收服人心 我那时候来看的时候 我六六六年嘛 对十岁多一点 国庆寺是封掉的 然后田中角荣 中日关系恢复的时候 他向周总理提出 就是问到天台中 国庆寺的事情 国庆寺在旁边知道 马上跟总理说 哎呀 这个宗教在我们唐代是大宗 在日本成为最有影响的佛教流派 总理就批示 重新修复国庆寺啊 我就是对这个地方的这个 所谓人节地灵啊 感到神秘 为什么那么多的唐朝诗人 都到这儿来 这个问题问得好 现在呢正好很热门 叫什么唐诗之路 当年你天台山是蛮荒之地 唐代的天台山是什么样 满山都是毒蛇满寿 不像现在这样 他为什么千里迢迢 这么困难 他要跑到天台山来干嘛 对 大唐时机 不像我们现在 国内俩座山是最有名的 中南山 陕西的中南山 就挨着场 对 那个时候中南影视 后来就出了一个词 成语叫中南洁净 对 什么叫中南洁净 中南洁净就是当官的洁净 你只要去一趟中南山 混个一两年 一出来就到朝廷当官 第二座山就是天台山 就是天台山 你不愿意在成诗节 你不愿意当国 你什么都不下去设计 为了自己这种心灵上的安逸 你看透了人诗节的一切 你就跑天台山来干嘛 为什么这么多人有才 你老是来找我做嘉宾 就是我有气场 天台山的气场 没错 徐老师就是有气场 你有这个气场 我自己不知道 是天台山里有一个人 叫司马陈真 这个人是大唐盛世下 三个皇帝的老师 高道 他是文学 化工 这个野精 他全懂 其实当时你像这个 李约瑟 这个中国科技史 他等于他就觉得 中国的道教里边 其实有中国的这种 原始科学的很多萌芽 炼丹嘛 对 说到李约瑟 挺有意思的 他把天台山描述成什么 你知道吗 东方的耶路撒冷 你说到我就想 上帝 这里一个哲学的问题 说白了 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福教也一样 道教也一样 对 甚至儒家也一样 儒家关于人的死的问题 他就说 人固有意识 或空于 清于红毛 或重于太山 这是儒家的生死观 福盟人到这个世界来 是社窟来的 社婆世界 如果你早日立好了 早日往生 极落世界 解脱 不跟你说常寿人 但是道教不一样 道教的口号很干脆 我就是不死 常生 对 我就要常命 我就是要成仙 所以说 鲁迅都说 懂得道教 就懂中国的大办 懂得道教 就懂得中国大办 那么这样一来 我这天觉得 这个道教也不能荒废掉 他下来想去 找到天台山 世马城城 他下了一个诏书 把那个世马城镜 弄到长安去了 这样他就 给他一个相当的荣耀 跟地位 让他在长安的官场里头 跟他们打交道 这个世马城镜 在长安组了一个群 因为我们现在说 手机 微信组群一样 微信群 那时候叫什么呢 先中十有 先中十个人 包括大唐朝廷里头 一顶一的高手 像赫子章 这十个都是大唐 当时的朝廷里头 精英分子 在他们的长道下 天台山 那是了不得 就是一个县山 就是这个智者大师 这个临终前 就给这个隋阳帝 写这个遗书 这个遗书里 就有这个意思 希望这个皇帝 护持这个佛教 而且不是有那句 著名的话叫什么 四若成 四若成 国及清 后来就叫古清 先是什么 山人 这里的就是儒家 道家 佛家 他可以在中国合一 我到天台山 我才发现 寒山的传说 就结合上了 这个国庆寺的石德 咱们说是 这个和和二仙 它是和和文化的代言日 这里的山水 无非是个清幽 清幽 清幽两个字 对 所以这里的旅游 永远发展不起来 游客也不是特别 满庵满谷 因为你这个天台山 是以清幽 作为出名的地方 是 是 合适与别人 到这里修炼的 到时来修 佛王来修都可以 就一般 世俗老百姓 get不到 你世俗老百姓 闹哄哄哄的感激 不能成为网红打卡 对 成不了 它原先本质决定的 所以现在要发展天台旅游 跟这个天台山的那个旅游的资源 是相配的 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谁也解决不了 你如果把天台山变成好像感激一样的 那天台山不是失去意义了 是真情有 第二个 也说一下它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俗有能有的这里都有 除了乳水道还有什么呢 还有移民文化 移民 台州人 是吗 我们这里60万老百姓是天台人 不到百分之一 可能百分之一 百分之零点几都够强 都是都是外地人 那为什么呢 我就山东的 我们就山东的 为什么山东呢 因为汉代 汉武帝把当地土著天台人 全部给签到安徽去了 安徽现在不少人是天台人 哦 那可能小点原来是天台 小点安徽的 搞了慢点气场 还是你的 他们是山东的 能来做节目 也是有根源的 然后呢 万年势力的穆熙法杖 是一个僧人 他是绘画的 搞破墨三岁 这个穆熙在日本的地位非常高 非常高 穆熙的画的日本 那是价值年成 但是 对 但是在中国好像这个感觉 不把穆熙放在一个主流画家的位置上 世界茶文化的发家地 这也是 全都在对 这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源地 变成了变成这么了不起 我给你这么说 我还不知道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气脉 我可以证明这个这个徐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呢 当然了这个是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这是中国人每个地方都是的 但是我想强调天台人是特别的 我父亲那个时候只要家乡有人来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很惨了 他这个院长已经住在很小的地方 但只要家乡人来 根本不认识的 他只要讲到谁谁谁是什么村子 我父亲就一定要招待他 就是你已经没有地方招待了 但他一定 就对同乡人的好啊 就是他以前房子大的时候更不要讲了 然后他不能讲家乡不好的 这个一定是好 我感觉原因之一跟移民有关系 移民最讲老乡 而且历史上几次难度 所以我就从您刚才讲的 就是我意识到 这有可能是当年中国的几次南迁 比如说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的 衣冠难度 唐代的时候这个安史之乱 也是北方大量南迁